大家好,刚才经过这里的时候 发现在马路旁边长了非常多这个野果子 这种野果子是我们小时候的最爱 只要在农村长大的 我相信都吃过这个野果子 大城市的人可能见都没有见过 这种野果子浑身上下都是宝 刚才我在这里拍视频的时候 就意见这个小朋友已经在这里采摘这个野果子 看它摘得津津有味 我们过去看一下 看看它摘了有多少 我们来问一下它好不好吃 小朋友这个野果子好不好吃 好吃 是黑的,你怎么知道这个野果子可以吃 因为我奶奶告诉过我 你奶奶告诉你的 摘飞机给你弟弟吃摘这么多 我吃 不是 我跟我姐姐一起吃 你跟你姐姐一起吃 还知道分享 多摘点飞机 这里旁边到处都是 我姐姐还在前面摘 小朋友你姐姐在那里前面摘是不是 那里前面也很多吗 前面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啊 嗯 有没有带袋子来摘啊 没有 你那个手都脏不了多少啊 等下要洗干净来啊 来看一下你摘的那个野果子 拿到手上来看一下来 看一下 就是这种野果子啊 就是这种野果子啊 我看你吃一个来 哇 好吃吧 好吃啊 这路旁边呢 就非常非常多这个野果子 密密麻麻的 这种野果子啊 就喜欢长在比较潮湿的地方 看一下这里啊 非常非常多啊 全都是这种野果子 大家看出来有没有 这种野果子是可以吃的 这里啊 一排过去都是这种野果子啊 这种野果子啊 在我们这里啊 用土话子说是南梅 用普通话说 好像是说地年啊 多不多 这种野果子啊 在四月 五月就开发 六月的时候就结果 七月到八月的时候啊 就已经成熟了 像这个呀 这个就已经非常成熟了 像成黑色的 像这个呢 就没那么成熟 可以看一下它的叶片呢 它的叶片 好像有三条非常明显的线 就这三条 一二三 然后背面呢 比较刚滑 现在呢 我就摘一个下来 给尝一下 好久没有吃这种野果子啊 摘的时候 一定要摘到这个黑色的来 这个黑色的才比较好吃 这个像这种颜色啊 就还没成熟的 这种颜色啊 我们先不要采摘 这个啊 像不像灯笼一样 然后这里啊 非常多这个毛毛啊 先把这个皮剥掉 因为没有洗 洗过来之后呢 就可以直接这样吃 我现在呢 就把皮剥掉 哇 可以看见这个紫 剥块皮来在里面 多嫩啊 不过手都已经成紫色了 先尝一个 好吃酸酸的 嗯 非常好吃 大城市有很多 可能见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啊 可能石头上也是成了紫色啊 好吃 直接就不用洗了吧 这种椰果子啊 粉身上下都是宝 其实它很多庙用 大家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 再来一匪匪就大家这么多 有多少看视频的网友 吃过这种地年的 或者在你们老家 这个方言又称它为什么 在我们这里方言是称它为蓝梅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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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